不要脸,真不要脸 好了好了 我跟住你关机的 以后不要从我这里过 我跟住坚持打你一次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镜头前这位气焰嚣张的女人 是小轿车的车主 而另一位是大车司机 停车场两车发生刮蹭 女司机堵路拒不挪车 不仅怒骂男司机 更是对其放话 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发生事故后 双方第一时间报了警 经交警判定 双方各自承担50%的责任 可谁知女车主听到自己有责任 突然不乐意了 因为两车刚好停在停车场出入口 把来往车辆堵的是水泄不通 于是交警提一先挪下车 可女车主担心挪车会发生二次刮蹭 死活不肯挪车 并表示自己的车是日产车 稍微动一下气就没有了 我们这个是日产车 稍微一动就没有了 面对交警的判定 女车主表示 当发生了事故的时候 男车主下车就承认了自己的权责 可交进来了 这个男车主又不认账了 这让她无法接受